嗨 各位朋友 大家早 現在是早上的大概 四點十分 現在是早上的大概四點十分左右 然後 我現在要去買早餐 為什麼今天要這麼早咧 因為 爸爸今天要做第二次的手術 然後手術之前要先空腹八個小時 所以我今天要提早先幫他買好 然後我們要先提早吃 今天就要做第二次的手術了 雖然 我不是要做手術的那個 但是 我還是有一點小小的緊張啦 希望可以 平安順利的出來 雖然台灣的 醫療 技術算是世界排名的 不過還是我有一點小緊張 那 我們現在就先去買吧 晚一點這件 登登 早餐在這裡 因為現在才四點多 所以我們這裡超多 店 早餐店都還沒開 連中式早餐都還沒開 其實是已經開了啦 只是他還沒準備完成 所以還沒開始賣 然後這個時間點 也只能去Seven買了 因為要撐到晚上才有機會再吃了 所以我想說 就先吃飯這樣 可以撐比較久 我剛才超級想睡 過來是要先起床 幫爸爸買 早餐 然後自己順便吃一下 那就先這樣囉 我們晚點見 現在阿倫的門都是被管制中 只能從這裡出入 OK我現在已經到家囉 然後我現在回來弄一點東西 等一下下午還要過去 因為 下午 爸爸就要 第二次的手術 所以我要過去那邊 然後 現在是 媽媽在那邊陪爸爸 然後我現在回來家裡處理一些事情 這個是昨天編輯的影片 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 已經上傳了啦 所以 記得要來看喔 那原則上 就先這樣子 然後 等一下下午的話 到那邊 手術是前面先不要錄好了 因為 感覺會很 而且那邊氣氛也 沒有那麼好 所以 我們下午 等 爸爸做完手術出來之後 然後 再跟大家 說明情況 到底是怎麼樣 希望是 可以健健康康 然後很順利的出來 然後之後可以 復健 然後慢慢的恢復這樣 那我們晚點見 現在是 兩點塊五分 然後等一下 就要進行第二次的手術 然後早上 醫生已經有先來 做技術 感覺要從這裡 鑽洞 聽說是從這邊 會這樣切 應該十幾公分吧 然後放鋼板 然後鋼丁 還有人工的骨頭 兩個小時後再見 好了 剛才已經動完手術 然後 動了大概 三四個小時吧 然後他現在石膏已經弄上去 然後 這裡有一點 剩血 不過那沒關係 等一下直接用冰敷 直接把冰袋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是因為他說是說不知道怎麼會 好啦 我發現現在已經動完第二次的手術 那整個過程呢 都還蠻順利的 然後現在就是等 因為他是半生麻醉 然後等 好像是要到九點多 麻醉才會慢慢開始退 然後再來就是跟之前一樣 腳要把它墊起來 然後一樣冰斧 因為 他剛動完手術一樣會腫 所以一樣 要先讓他消腫 然後消腫之後的話 再等醫生怎麼說 這個大概 也要住個三天或四天 才有辦法說 可以回家休養 那 原則上 就先這樣子